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CSTB053和054的 有一個 計劃 第一,我不知道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和電影製作資助計劃 實行 是兄弟綁架大劫案是如何生火相傳 我發現資助金買的都很參差 剛剛局長也有說,希望透過文化 弘揚我們中華文化 提升我們香港人的 例如這個好賣座毒舌大座八百多萬 你是因為看它卡士大 所以我們有一個投資 楊局長,給足夠時間來回答 好,謝謝主席 其實每一個計劃在發展的時候都有 請常秘書長去解釋一下 好,王常秘,麻煩 好,多謝葉太 是的,有兩種 一種就是融資 一種就是融資 融資 融資 基本上是像一個投資 我們就像一個投資者那樣 給部分的資金 給那個戲可以開到戲 而是 本來是 本來是 的計劃 就是去培育新一代的電影人 譬如說可能是做劇本 一代的電影人 他沒有機會進去的 我們就做這些計劃 在資助計劃裏面 有些是我們定了的 定了的 額的 譬如說 大專組的話 它是500萬一部 如果它是專業組 就是800萬一部 剛才葉太提到 我想問問一下 有份投資 就是獨舌大座賣座 你也有錢賺 正確 好 那麼新火相傳 是不是就是說 其實你是 培養 新一代的 製作人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是以老大生 那就是以 不是不理 資深的 資深的電影人 就是帶著一些 比較 可能是年輕一些的電影人 就帶著他們 去做一些新的作品 那這個就是 新火相傳的目的 還有就是 剛才局長都說 你希望透過文化 就是向香港人 運用中國文化 就是 提升外國情懷 那你們會不會 是 有些題材 是這樣的 會加分呢 在你們評審的時候 是 局長 葉劉淑議員 第一次按到第一 所以我會給你多些時間 多謝主席 多謝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就在這個文化推廣裡面 我們有 很多要兼顧 作為中外文化藝術家 我們固然要推動中華文化 在香港的境內 或者是 在香港以外 在外地 我們要推廣我們的中華文化 所以在我們的電影計劃裡面 當然我們要看回內容 以及每一個 我們資助計劃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我想在那個評估裡面 我們接下來的計劃裡面 我們都會盡量把 推廣中華文化這個月數 加入去一個評分的標準裡面 多謝主席 好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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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